她是我见过最伟大的母亲 为了保护还在熟睡中的女儿 她恳求歹徒杀她的时候小声点 最终任由歹徒侵犯致死 而她只希望用这样的方式 换得女儿的一次平安 今日讲述母亲遇害的心愿 时间2014年10月27日 地点安徽宣城 这天早上武昆时 当地警方接到一起报警电话 报警人姓张 十年三十岁 是一位货车司机 这天凌晨两点半 张先生如往常一样去给客户送货 但没曾想 两分半后 却收到隔壁小爷爷的来电 说家中的三岁女儿找不到母亲 哭闹得很凶 据张先生述说 平时女儿都是家中妻子在照看 说女儿在夜里醒了后 突然发现妈妈不在身边 孩子便开始大声呼喊妈妈 发现妈妈始终没有回应 于是女孩便开始哭了起来 随后一边哭一边 跑到隔壁小爷爷家敲门 而老人听到侄孙女敲门 便迅速起床去给孩子开了门 随后小奶奶便上楼 查看什么情况 但发现楼上灯和电视都是开着的 但却并没有发现女孩的母亲 随后将此事告诉老伴后 小爷爷就给女孩的父亲张先生打电话 接到电话的张先生也很气愤 于是他便拨打了妻子的电话 想要质问妻子 为何会把女儿一个人丢在家里 然而在连续拨打三个电话都无人接听后 张先生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于是调转车头立即往家里赶 直到凌晨四点半 张先生赶到了家中 到家后他再次拨打妻子的电话 然而却发现 妻子的电话就在家中的桌子上放着 内心忐忑不安的张先生 随即对屋内的每个房间挨个查看 当他推开一楼卫生间的那扇门时 发现卫生间的窗户是敞开的 并且窗外的防盗网也被撬开了 那一刻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当他推开一楼杂货间的那扇门时 眼前的场景让他脊梁发背 也为妻子浑身鲜血地倒在了一楼的杂货间 而张少年上前去查看一番后 就发现妻子已经没了呼吸 这兜里的娃哈哈牌大波罗 Poor Max也就自动报了警 很快 随着一阵乌尔乌尔乌尔的声音 辖区的民警一个急跑就来到了案发现场 警察 受害人名叫丁兆月 十年二十八岁 法医初步检验后 确定被害人是在昨晚十一点左右遇害 而在看见旗下身赤裸后 法医又进行进一步检验 发现死者生前还有被侵害的情况 而侦察员在案发现场勘查后还发现 杂货间里一个上了锁的抽屉也被撬开了 但从张先生口中得知 他和妻子存的钱都是锁在这 但现在抽屉里的现金都被拿走了 随后侦察员进一步勘查后就发现 杂货间的大门是完好无损的 但却在一侧的卫生间 发现窗户和防盗网有明显被人撬开的痕迹 而根据撬开的高度 可以确定刚好容纳一个成年人钻进来 而通过技术人员的提取 很快就在这扇被撬开的防盗窗上 提取到了嫌疑人翻窗留下的一些指纹 与此同时 侦察员们还在室内的地面上 提取到了嫌疑人进入家中室 所留下的几枚足迹 而通过对案发现场提取到的痕迹物证进行研判后 专组得出 凶手不是女的就是男的 而通过现场遗留的足迹来看 凶手是一人做的 专组初步判断出后 便根据嫌疑人进入室内之后的活动轨迹 重新还原了一下他的一个案发经过 而从现场没有搏斗的痕迹来看 说明受害人遇害时应该是出于一种顺从状态 结合家中由小孩来看 被害人应该是害怕发出动静 从而惊醒小孩 而为了保护孩子从而顺从了歹徒 而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他的顺从 能让嫌疑人作案后尽快离开 但没层想 凶手不仅谋财 还进一步侵犯了女主人 甚至还对其痛下杀手 种种推测 让侦察员怀疑 这很可能是一起因结财 而引发的杀人案件 但调查张先生一家的收入后又发现 张先生一家出了经营货车 家里还有门面房在出租 但这两项收入加起来 张先生在村子里的条件也只能算是中等 而对于凶手劫财的可能性又似乎不大 那么会不会是因为纠纷原因 从而导致报复杀人 但通过一番走访下 村口情报局的探员反应 他们夫妻两人一没有经济纠纷 二没有与人结仇 种种调查下 案件的侦破又回到了原点 于是专组只好再次回到案发现场 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扩大了勘察范围 突然细心的侦察人员 在紧邻受害人家北面的一处大铁门上 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那就是大铁门有被攀爬的痕迹 且还在大铁门入户处的底面上 发现一只没抽完的烟蒂 随后 侦察员将这只烟蒂拿去NBA实验室进行化验后 就发现该烟蒂和受害人体内提出的经班是一致的 那么真相就只有一个 这个烟头就是凶手所遗留的 于是专案组决定 围绕现场遗留的烟蒂继续进行调查 据调查 现场发现的烟蒂就是安徽本地生产的香烟 但通过情报局的探员反应 本地人很少抽这个牌子的烟 不过进一步走坊下 就发现 外地来当地打工的人抽这款烟的人比较多 随即 侦察员开始围绕案发现场附近一些小店 并通过他们店内安装的一些监控 进行一个地毯式的排查 但突然 侦察员在案发附近的一家超市的老板口中 获得一个情况 那就是案发前一天 他确实卖给一个男子同款香烟 于是侦察员立即对店内的监控 进行了一个反复观看 同时对当晚的一个道路监控进行一个调查 从监控可以看出 在10月26日晚上八坤时 一束灯光设计了店内 此后 一名黑衣男子进入到了这家超市 与老板讲了几句话后 给了十元买了一包烟后 就快速离开 由此推测 此人当晚应该是开了摩托车 电停车之类的逮捕工具 不过由于附近并未发现其他视角的监控 这也导致不能从其他的视频对接 也就是说 侦察员只能确定此人是进去买了一包烟 但出去之后的行踪是一无所知 然而就在侦破工作陷入困境时 张三探员通过对这家超市所处的位置 以及这名男子来买烟的时间 做出了一个胆子有点小的假设 假设该男子是骑摩托车来这买烟 那由此可以推测 此人应该不是第一次来买 那以前是不是也来买过 于是按照这个思路 侦察员立即调取了该超市所有的监控视频 果不其然 就在案发前四天上午九点的视频里 再次发现此人的身影 但好在 这次此人买烟的时间段是白天的时候 监控的清晰程度也比较好 随即侦察员根据嫌疑男子出门后所走的方向 侦察员很快就在沿途的一个加油站内 发现了该男子的踪迹 并通过监控拍下的车牌 在机动车信息库就找到了车主信息 据了解车主姓唐 十年五十岁 是江苏宜兴人 目前在兴兴经营了两家半的骑修厂 但从监控可以看出 当天骑车是明明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大爷 显然 两人的年龄根本不符合 于是侦察员立马前往一兴进行一个调查 调查就发现 此人并没有作案事件 不过 从唐小伙口中得知 这辆摩托车已经借给了自己一个徒弟了 名叫关寒丁 于是经过一番激励咕噜的比对 最终确定此人就是出现在监控的那人 且进一步还了解到 此人已经回老家了 而走的时候 还有一万元的工钱没解 显然 种种怪异的情况 让侦察员不得不怀疑此人 但当务之急 还是得尽快确认此人的行踪 并找到此人才能确定 于是结合唐少年 给出一个回老家的情况 侦察员立马前往该老家进行一个调查 但其家人反映他并未回来 不过通过对他的一个IA追踪 就发现此人在广州有过住宿记录 于是 警方立马前往了广州的这家宾馆 但好巧不巧 警方赶来他就退了宾馆 但好在通过一番详细的盘查 发现此人还有上网的记录 于是他跑 他追 他插翅南飞 很快 关寒兵在昆昆网吧落网 面对民警的出现 他也并未狡辩 而是直接承认了自己杀人的犯罪事实 可他为何要这样做 皮裤套棉裤 三个说缘故 据其数说 是因为长次以往的婆媳关系 让他家在中间左右为难 但对于两人之间的争吵 他还是比较偏向母亲 而恰好案发当晚 母亲又和妻子 也为家里的一些琐事发生了争吵 觉得郁闷的他 便打算出门喝点闷酒 但不曾想 这时候在广德上班的姐夫 刚下班回来 于是两人便一起出门 找了个烧烤店 喝了点马尿 清除两人最近的不夜 但由于姐夫第二天还要上班 于是两人便提前收场 心情烦躁的关寒兵 便搭姐夫的车一同来到了广德 下车之后 他就找到了他师父的摩托车 随后开车 就去超市买了一包烟 此后就鬼使神差的 来到了受害人的家门口 并在死者家门口抽了一根烟 直到晚上十点 他看见受害人抱着孩子 送张某离去 见受害人又长得飘飘 于是萌生恶念的他 来到了他家的小巷子 将防盗窗掰开之后 翻了进去 此后就静止摸到二楼 看见其孩子在熟睡 他以不想孩子受伤为名 对被害人进行了侵害 而被害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只能任由他摆布 并拿走了家中的钱财 而被捕后 他反而说自己都是因为意识冲动 但通过从该男子的口供来看 三哥还是觉得他说的并不太真实 虽然他口中所说是意识冲动 但三哥却觉得此人根本就是早有预谋 不过好在此人并未打马 想必也应该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至此案件真相大白 关机睡觉 对不想乱